相信张周某自己都没有想到 当他们选择和华为断绝合作的时候 会将他们的台积电彻底的逼入绝境 任正非已经亮出了底牌 或许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和台积电合作了 这背后到底有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任正非的底牌是什么 你认为华为的未来能够得到我们的支持吗 如果你认为能够得到支持 就在评论区里面留下支持两个字 台积电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代工厂企业 而且成为了世界的巨头 但是他们选择在错误的道路上面不断的前行 导致他们成为了别人的棋子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上 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 就是因为张周某一手促成的 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和我们的华为展开紧密的合作 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归舔老美 于是他们开始做出了叛逆的行为 刚刚放弃和我们华为的合作之后 后脚就快速的跑到了美国亚历山大洲 去投进他们的工厂 他们原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更好的表达他们的忠心 他们希望能够让老美真正的看到 他们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企业 其实老美为了能够吸引到他们的到来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给出了非常丰厚的条件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乖乖的进入到美国的市场当中 一旦他们的企业开始在美国投产建厂 那么他们就已经骑虎难下 他们就必须要完成在国内的生产 否则他们损失的金额会更大 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金额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拿出了十几亿的补贴 让台积电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而且还向他们推荐大量的订单 这些订单几乎都是来自于他们美国本土 可是台积电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做出的这个选择 其实背后里面还隐藏着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虽然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确实是享受到了一定的福利待遇 但是美国瞬间就开始变脸 他们要求他们今天必须交出 他们所有的商业数据 否则他们就会使用强制的手段 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 张忠谋也感到非常的痛苦 他为了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这个问题 于是选择用芯片涨价的方式 来度过他们的难关 要知道台积电的大多数合作方 全部都是美国企业 所以他们的涨价 其实最后还是由美国的企业来买单 最终还会导致台积电 自己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准确来说就是自损八百 伤敌一千 可是他今天自己也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知道自己也非常的难受 为了能够更好的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做出了下下策的选择 如果还能够让他们重新选择 相信他们也不愿意再到美国去建工厂 后来苹果公司开始销售他们的苹果13 他们的销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一个小时里面 就能够卖出八百五十部以上的手机 在2021年的时候 苹果第三季度的营收额接近五千亿 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从我们国内的消费群体里面实现的 要知道我们国内有非常多忠实的苹果粉 他们认为苹果手机是最好的手机 而且他们把自己拥有一台苹果手机当作是一种荣耀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身份的象征 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有很多人总是想尽办法的去更换最新的苹果手机 当人们分析出了这个结果之后 有非常多的业内人士也开始疯狂的去批评这些行为 而他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他们原先是最大的芯片代工厂 但是在这次苹果的福利当中 他并没有很好的跟上整体节奏 导致他们损失了非常多的钱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早一点改变他们的命运 为了能够更好的改变他们的命运 于是他们决定将工厂重新搬回到我们大陆 他们终于发现了我们大陆是他们离不开的土地 如果他们想要在我们这边继续发展 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拿出极高的诚意 谁叫他们在离开之前的时候伤害我们太深 他们认为我们根本就生产不出我们的芯片 哪怕是一百年也没有这个可能性 他们非常的嚣张 他们认为我们必须要依靠台积电 后来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梦想 于是他们决定到南京去投进他们的28纳米芯片工厂的计划 但他们将这个计划报备给南京市有关负责部门的时候 有关的负责部门也是给出了自己的答复 结果老美那边也得知了消息 他们感到非常的细分 因为他们认为台积电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老美之间拒绝了他们的芯片过程 这个时候的他今天也特别的犹豫 因为他特别渴望能够在我们大陆去发展起来 但是他们又舍不得老美的市场 因为他们两边都特别的需要依靠 但是他又知道自己会被老美牵着鼻子走 要知道美国那边是高端芯片领域 而我们国内最主要的就是中低端芯片为主 虽然我们也特别渴望能够发展我们的高端芯片 但是我们现在的限制还没有解除 所以我们国内的市场主要还是以中低端为主 两边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希望能够在南京去建设一个28纳米芯片的工厂 因为28纳米芯片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芯片 在非常多的领域当中都能够使用 今天包括了我们的航天航空部门 还包括了我们未来的互联网时代 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 其实我们的中低端芯片未来应该会有一片非常完美的空间 就当台积电还在纠结的时候 华为突然间亮出了他们的底牌 他们手上有两张王牌 能够让台积电彻底失去他们的空间 华为在前段时间里面成功的攻破了两个新专利 第一个专利就是在封装组件和封装芯片 第二个就是封装芯片的制作方法 据说这两个专利可是非常重要的专利 它们能够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的芯片达到有效的散热效果 要知道这种芯片可是我们高端芯片领域当中非常缺乏的技术 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解决我们发热的问题 那么芯片的使用和它的寿命也会得到更好的延长 要知道骁龙888为5纳米的芯片 但是手机搭载了这个芯片之后 几乎都出现了翻车的现象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功耗实在是太大了 它的散热功能非常的糟糕 虽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芯片 也能够帮助整个手机更快速的运行 但是这个负面的影响也导致非常多的消费者感到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从这样的情况来看 如何去解决上面的问题 是绝大多数企业至关重要的一个处理方式 而且华为的处理也是相当的不错 它们已经成功的攻克了这个难关 并且还申请了它们的专利 如果它们能够搭在它们的第二张王牌上面 那么它们就是如虎添翼的企业 它们的第二张底牌就是双星叠加指数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要知道这种技术就是将两个同等级的纳米芯片开始进行叠加 然后进行一个更加高端的D纳米芯片 就比如将两个14纳米芯片叠加到一起之后 就能够形成一个7纳米的芯片 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能够通过中低端芯片 实现高端芯片的一个转变过程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方法 大量的投入到生产和使用环节当中 那就意味着华为的麒麟芯片 将会重新回到市场当中 并且会得到更多手机的运用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华为的这两张底牌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底牌 他们完全能够摆脱台积电对于他们的限制 如果华为的所有流程都非常的完善 其实他们完全有理由不需要台积电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芯片代销公司 准确来说 和我们国内的芯片生产企业 达成有效合作也没有问题 我们国内也有非常多优秀的中低端芯片生产企业 他们的水平和技术都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华为这一次的操作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它很好地去展示出了自己的个人魅力 同时也很好地让那些曾经伤害过它的企业知道 华为是不同渠道和一个企业伤害的 如果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伤害华为企业 那么不好意思 华为会用最强大的方式来回击这一切 所以从这一切的结果来看的话 其实华为早就已经能够站稳脚跟了 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华为还能够全新的突破 就让我们一起为华为加油 一起为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加油 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本讯询阅